他什么都没有,最重要是他有一个成功的欲望 他有一个很火红的成功欲望 他决定了他一定要得到,面对他所有挑战而得到他想得的收获 当他参与了Forever,六个月之后就成为了公司的经理 11月成为了高级经理,为什么没有电话可以成为高级经理 接着拿到第三级的资产奖励就是1998年的2月份 接着很快就飞约经理,蓝宝石经理和蓝钻石经理,04年已经能够成功 由这个经理成为蓝钻石经理只需要用了七年的时间 就是因为他拥有一个非常强烈的下定决心的欲望 由1998年开始他已经拥有了美国联会的出席资格 所有欧洲联会,世界联会,他都能够可以公司请个免费出席 亦都能够享受到公司一个7500箱以上的一些领袖级的大型联会 所有这些得罪都是由没有手提电话 开始的 想不想知道他在Forever赚到的收获是如何 2000年的时候 就赚取到21万多的美金,即港币 在当年他的双积分已经去到4560几分 好了,去到01年 就22万6千的美金 而他的双积分是4700几分 02年,哇 30万的美金 哇,6千几分 分一半给你也好 03年 35万美金 7600几分 大家如果是经理,大家知不知道要多少分才可以被公司全聘去美国之旅 啊,1500? 啊,没错 很多时候,我想在座的朋友或者很多人都会把自己的能力局限了 被自己的一个限制了 很多人有时还会担心,哎呀,1500箱啊 哇,哇,老人命什么这么难做 大家看一下 你应该可以绝对做得到 因为它是五倍 开始不要再想一千五百箱 太失业绩了 五千箱六千箱是大家的目标 给大家一个非常重要的课堂 很多年前 其实很多科学家 很多研究人员都认为 一个人不能在四分钟以内 可以跑完一英里 当时他们认为 在物理学以来去分析 人是不可能跑得那么快的 我们的肺不够容量 人的结构根本不可以承受那么高的速度 总之的结论就是 人是不应该可以跑得那么快的 在1930年 有一个真人真事的名字 叫做Roger Bannister 在澳洲参与了一个当时的奥运会 当时他突破了这个限制 在这个比赛里面 他能够在三分五十九秒 就完成了一英里的 他做了不可能的 很多人都认为不行的 但他做到了 在他之前没有人可以跑得那么快的 到底为什么呢 因为没有人认为他们可以做得到 但是最有趣的地方就是 有人类历史 讲几千年的时间 都没有人跑得那么快 从开始有人相信之后 下一年 已经有两个跑得同了那么快 在同时间之后的十年 已经有超过一百人 能够跑到在四分钟以内 你跑完一英里了 到今时今日 如果你跑不了这个速度 世卫会你不需要去了 原来所有这些这么大的突破 最重要就是 由我们自己相信这件事 我们可以做得到而开始 所以很多人可能现在 在你们心目中的限制 就是一千五百箱 就是好像那四分钟那样 一定突破不了 最多都是这么多而已 大家开始想想 七千六百箱怎么做 想不想知道 在04年他做了什么成绩 让你反映一下 好似的 在04年 33万美金 七千箱以上都是 2005年 330万 6800 去到05年 都是三十几万美金 6800箱 06年 346,000 7,000 7,200多 一路保持一个很稳定的生意额 接着开始有突破 382,000 38万 OK 2008 464 看这个 差不多10,000 Case Credits 2008年 已经去到9558箱了 OK Now Let's not forget in addition to the 464,000 不要忘记了 现在这里说 四十六万多的美金 就是一个基本的月收入 总和的月收入 Let's go to the next one His profit sharing check 545,000 euros 但是他的年终分红 都拿到54万5千的欧罗 就是只是年终分红 都拿了五百多万港币 I don't know how many Hong Kong dollars that is But US dollars is about 700,000 US dollars In Hong Kong It's almost 6 million Hong Kong 6 million Hong Kong 差不多等于六百万的港币 年终分红 Wow OK Now Here is a man who's pretty excited 见不见到他很兴奋 就是这个人 OK It's because he wanted something very badly and he went to work to do it Excuse me He wanted something very very much and he worked hard to achieve 为什么他那么兴奋 就是因为他曾经 用过很多很多的努力 他真是很想 能够得到这个成就 终于他能够拥有了 He started off with many more obstacles than you and I 我相信他开始发展 Forever的时候 他面对困难 应该比我们在做的朋友 都多 At least most of us have a cell phone Right 应该绝大多数都有手电话 OK So let's don't forget the example of Miklos 所以大家不能忘记了 真是做得到 Now some people might think When he first started That he was too young He was only 21 years old 有些人认为 刚刚自己做Forever的时候 我年纪太小 所以不成功 但原来Miko当时 刚刚做Forever 是21岁而已 How many How many people here How many people are under How many of you are under 30